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刘云秀 新闻头条定来关心的是 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 最近在华部图书阅览室 举办了山岳秘境台湾 绝美山岳进行文化讲座 也要请了加州台湾同乡联谊会会长张郎超 介绍了台湾的步道践行跟蹲蹭摄影心得 希望协助带动赴台观光旅游 促进当地的观光产业 山岳秘境台湾绝美山岳践行文化讲座 是洛杳中心在华部图书馆举办的第29场讲座 活动丰富精彩 现场还有台湾小吃 吸引了很多民众前来参加 在台湾广大的山林里 有着数不尽的历史故事和人文轨迹 以及自然美景 山岳秘境是以不同的方式 体验山林中的景观生态 让你以近距离的姿态 感受最美丽的宝岛台湾 台湾民众现在越来越喜欢休闲 所以许多山岳也建造了很多的践行步道 演讲嘉宾张郎超向民众推荐了两天一夜 或者是三天两夜的登山践行活动 让民众轻松践行的同时 还能享受美好的自然风光 另外他也分享了世界各地的精美风景照 为了配合大家轻松的旅游 我也介绍一些很亲民的 就好像交游性的 这种三天两夜或者两天一夜的 这种就是到山林里头去享受 这个芬多金的一些旅程 那最后因为我自己这些年来 我也是跟太太都喜欢这样四处 世界各地去旅行 那我们都是两个人自住 那我都是各地去拍照 那我也特别挑了大概就是十几二十张的照片 跟大家分享 我们透过这个文化讲座 希望让我们这边的 这个不同背景的侨胞 可以透过这种美丽的影像摄影 来感受到台湾的自美 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踊跃到台湾去 旅游观光的时候 可以选择登山做一个 他的一个旅游的重点 那我们台湾的观光的事业 可以把更多的特色 让我们侨胞了解 落桥中心从2014年起 经常在华布图书馆阅览室 举行各种文化活动 提供华布侨民便利和舒适的服务 会举办不同的台湾文化主题讲座 话题新颖 轻松愉快 获得了侨舍的热烈回响 也希望透过文化和生活的分享 加强中华民国政府对海外侨民的服务 增进互动 并且共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